。 陈羿 佩佩 陈羿 时间总是停停走走 越在乎就越没有以后 站在分岔的路口 想做还是要相拥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却拥有像奔跑的苛求 背对着光的邂逅 勇敢尽头终究还是 片刻逗留 如果回到从前 回到遇见 如果难淡了想念 只留一点 剩下的遗憾也 会有勇气去面对 为你抹不去的天 真不敢想象以前那么无聊的日子 我是怎么过来的 你别忘了游艇俱乐部的工作 只是临时的 你还要考虑师执照 最近你的书念得怎么样 书念得再多有什么用 还不都是那些 可你毕竟还是要读书 恐怕考虑师执照 没有那么简单吧 以前我是真的这么认为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出路 可是现在我认识你了 我才发现 说不定 他只是我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选项 这怎么行 小玉最担心的 就是你来海边工作 荒废了功课 为了这件事 她还专门叮嘱过我 让我不要过多打扰你 再不要提这个了 好 好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环游世界的第一站 要去哪里啊 想是想过啊 不过 还没有确定 说说看吧 说不定我可以给你建议啊 好 我想先到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一带 接着呢 一路向南 到印度尼西亚 然后呢 再往南 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然后下一站呢 就是夏威夷 李 李 来 坐 小玉 小玉 吃饭了吗 吃惯了 你还想不想吃点什么 我帮你点啊 不用了 好 那喝点啤酒 不 我不能喝 我明天一早还有工作呢 小玉 我们都很久没有这样在一起了 喝啊 你害怕对吧 这有什么好怕的 喝就喝 走着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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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接你 为什么呀 哪儿你都为什么呀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刚刚我再告诉你 好 好 谢谢你啊 这段时间这么照顾贝贝 小玉 是 为敬你 谢谢你 一直以来这么重 来吧 我们来干杯吧 好 干 干 你最近工作顺利吗 喝酒的时候不能提工作 你不知道吗 爸 自己喝一个 这样也要喝 不敢 我陪你 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干 你早该跟他说啊 是啊 其实啊 你就是做事失机了 不然他是不会被抢跑的 怎么办呢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来 贝贝都醉了 我们该回家了 这么早就回家 我还有一罐呢 我把它喝完 别喝了吧 我们来玩游戏怎么样 真心话大冒险 大冒险就是把这罐酒给我喝完 不玩了 我该回去了 玩一下嘛 快点啊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好啊 真心话 嗯 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你 嗯 你有喜欢的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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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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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回答呢 我喜欢奶奶 那除了奶奶以外呢 你 你 你喜欢贝贝吗 她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呢 好 你是个很特别的女生 我还有什么特别的 你很关心我 很关心我奶奶 从你的眼神就看得出来 你是发自内心地在乎 好 换我了 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嗯 真心话 那么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别说不出口 就越会难过 任性只是 害怕失去更多 分享悲喜的两个人 最美好的也只是结果 越放不开手 越会成终 我还是大冒险你 相信爱 认真就能结果 又是心贴心的承诺 到最后 越背对背 卑贝 卑贝醒醒 我回家了 您就在这儿盖个章 就OK了 全部都清楚的 对 这儿 在这儿 这儿 爸 干什么呢 你不是说跟客户有应酬吗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你干什么呀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们想干什么呀 想趁我不在 骗爸的钱是吗 小玉啊 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 爸 你别打茶 您就想这么瞒着我 把这房子抵押了是吗 我们又不是白拿爸的钱 是让爸投资你姐夫的公司 没错 小玉 爸决定你实际行动 支持我们夫妻俩创业 所以呢 我想把这房子 你可真是好样的 你想用这一招空手套白牢 找别的冤大头去 别打我们家的主意 我爸我姐吃你这一套 我不吃 小玉 对夫君客气一点 她是你姐夫啊 姐夫又怎么样 她如果真拿咱们当自家人 就不会老装着 跟这儿骗钱 不管你的死活 王府君 你要真是个男人 就自己做出点事来 给我们看看 别成天就知道玩嘴皮子 夫君 我没想到你妹妹这么不相信 真的 我心里很难过 我觉得没必要再争取 既耽误时间 也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 算了 夫君 你别这样 我相信你 我爸也相信你 演 继续演 这种撒狗血的烂戏 别在这儿演 嘀咕我们的智商 是你以狗闭嘴 够了 告诉你们 这个房子 我本来就想留给你们俩 我拿出来一点也不信她 只要小湘跟府君 好好努力打拼 以府君的聪明才智 我相信他们 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 谢谢爸 我一定不顾服您对我的期望 好 好 好 我要分一包 爸 您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是给我们姐妹俩的 所以 我也可以分一半 小玉 你 你的意思是 你要分家 所以你怎么说 抵押房子的钱 一半归我 我会把它存到爸的账户上 如果你们创业失败了 至少我还能留下点钱 给爸养老用 你姐夫不会失败的 房子不可能去抵押 姐 没错 我知道 你现在嫁人了 就应该为自己的老公着想 可是你别忘了 你还姓李 你还是爸的女人 你有没有替爸想过呀 万一他创业失败了怎么办 你就忍心拿爸半辈子省吃俭用的钱去打水漂吗 小玉 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们李家的事 我们家的房子 你有什么司格说 你才给我闭嘴 她是你姐夫 是爸的女婿 闭嘴吧 我很难过 不过我不是难过你们要分家 我难过你们姐妹俩为了钱炒成这个样子 算我失败 两个孩子 把钱看得比家人还重要 好吧 你们分 把它分完了 如果分完以后 一家人可以好好相处 这样也好 也好 分吧 你们分吧 满满 妈 妈 爸 我也只能这么保护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慢点 不用扶我 没有罪啊 过来过来过来 来 小心 小心 慢 别扶我 没罪我 真的没罪 我可以走直线 小心 小心 你看啊 你干吗 你看 你知道吗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觉得自己 变得好勇敢 崔夕 你可以 帮我 给今天晚上 画上一个句号吗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起来了 来 吃早餐吧 你昨晚喝成那样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没事 我很早就起来了 我昨天没有做什么失态的事吧 没有 没有就好 你先吃吧 我去洗衣服 不用了 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拜托 等你洗早就发霉了 你不要担心了 赶快吃 我去洗 我们俩做地方了 这里什么时候闯五星期饭店了 你怎么不吃 贝贝做呢 你命可真好 贝贝还是真贴心啊 贝贝未免对名也太好了吧 都有早餐吃 这只是贝贝的一番好意 你们俩别瞎想啊 既然是贝贝的好意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 客气什么啊 多吃点 其实我的意思呢 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家常小食品 变得比较大众 然后比较时尚 有气质 您俩有没有听我再说啊 有有有 只不过嘴里比较忙 没法发表意见 好 现在停下您嘴里的事情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来 这是一份同类商品的竞争列表 它里面写清楚了 同类商品的一些详细情报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没想到你平时底儿郎当的 工作起来还挺专业的 我妈跟我说过 温饱私隐喻 你私我干嘛 不是茗玉 是淫欲 那你才淫欲呢 我的意思是说啊 肚子饱了 脑袋才够用 嗯 嚐嚐 太辣了 真是不懂享受 辣才够味儿 晓晓 你放心 银行贷款的事儿肯定没问题 我都已经考虑好了 只要咱爸坚持不分家 你再敲点楼边 最后小玉一定听咱爸的 夫君 咱们自己抽签好吗 咱自己怎么抽啊 要不 你去问一下你爸妈的意见 你说人家吧 都说娶妻帮夫 你倒好 搁我着往外拐 我这么大人了 回家要钱去 我这脸往哪搁呀 那也不能老乡我家里要啊 我爸把他所有的忌许都拿出来了 就连那天酒席的账 都是他管街坊邻居借的 你什么意思 跟我算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创业这事儿挺重要的 你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那些他们也会帮咱们的 好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能报上电视 拿着大喇叭向全世界广播 啊 说我王府军创业缺钱 爱帮不帮不帮 算了我个儿的 我自己再好好想想 好 这酒味有这么好吃吗 好像是的魔法似的 这么辣可一直还停不下来 我怎么觉得会施魔法的人 是你呢 什么意思啊 这承诺可是业内出了名的难搞 出了名的火爆脾气 按理说 他的广告被人删摘 他应该暴跳如雷 拎两把大砍刀到公司 来找我算账才对 你是怎么 能够让他就这么就过去了呢 他说 我们的广告质感好 别人模仿不来 模仿者取代不了原创 他这人其实就是看上去 有点吹毛求疵 但是只要我们的东西好 他也不会在鸡蛋里挑骨头 你就像这一次 他认可我们的广告 即便被山寨了 他也没让咱们陪 挺大度的 他还说什么了 他约我去吃饭 说要聊一下下面广告的事 可是还没聊到 我陪他女儿玩了一晚上 他女儿 你都不知道 他女儿有多可爱 非要跟我学他偶像 结果乐得我跟陈董肚子都疼了 你别说 陈董当时看上去 跟我第一次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 笑容特别灿烂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我是李明玉 小月阿姨 你晚上有空吗 怎么了 我想请你来我家吃饭 你呀 阿姨晚上还要加班 魔鬼老板不让下班 还不知道几点呢 我不管 你来嘛 我家想见你 你 来多了 好好好 那 晚上见 晚上见 爸爸 小月阿姨答应了 这回你开心了 什么情况 你又跑去给谁当阿姨去了 陈 陈董的女儿 叫我去她家里吃饭 不是 你不觉得 去客户家里吃饭 这有点奇怪吗 要不这样 你跟她约在外面 我也一起去 正好我也谢谢她 不行的 你不了解小孩 你既然答应她 你要做不到 她会发脾气的 不是 陪客户的小孩吃饭 这是你的工作职责吗 不是小孩吗 不用算那么轻吧 你放心老板 我不管你要加班费 你放心老板 我不管你要加班费的 你说贝贝做早饭给你们吃 不是给我们 是给陈希 我们只是粘着锅 这种福利为什么叫陈希有 我们没有啊 我长得又不是没她帅 你是帅不是那么明显 得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喂阿宝 你有机会要多回俱乐部看看 不然到时候出什么事情 出什么事啊 陈希才不会干出这种夺人所好的事呢 更不可能夺兄弟所好 陈希是不会 我是怕贝贝把持不住 到时候你们三个没了爱情 又没了友情 没事了 反正 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就习惯了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铁工计还突然请起客来了 你也觉得奇怪 你脑子不是挺好使的吗 坐下说 怎么了 贝贝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这么对贝贝 什么意思啊 你没办法控制贝贝对你的感觉 但是你就好意思一直接受人家对你的好吗 我没有接受 那早饭怎么回事 我起床就看见她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总不能当着人家的面把饭给倒掉吧 你可以不吃啊 你不拒绝就代表默认吗 你这不是浪费贝贝的感情吗 之前那么多女孩喜欢你为你付出我无所谓 真的 可是贝贝她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希望她受伤 我希望她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 如果你给不了 那就让我来啊 我希望你跟贝贝说清楚 你告诉她 你和她只是好朋友 你不要再磨了两可了行不行 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的 我来看看你妈 怎么了 我妈在的时候 你每天日理万机 害怕她跟你吃顿饭都要跟秘书留言 怎么现在她走了 你反而有空了 过去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遗憾 我都这把岁数了 你还有什么 有必要在你妈面前让我难堪吗 你要说我冷落你妈 忽视家庭 我没有理解 但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不想让你妈看到 我们两个人一见面就吵架 你明天有时间吗 不知道 有什么事吗 我哪儿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哪儿 我哪儿 你怎么没去 我哪儿 算帮我一个忙 我原本以为你是真心来看我发 原来你还是另有目的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回来这儿的 我没了想 抽空去找你谈一个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顺便问问你的意思 你想让我 去救那个毁了我妈一辈子的日升集团 我是我妈的儿子 我会为她抱不平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至于日升集团 那是你的儿子 你自己想办法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妈 但是日升集团那么严重 但是日升集团那么严重 这么多员工 为公司付出了半辈子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妈呢 我妈为谁付出了半辈子 到最后她等到了什么 每天自家做好饭等你回来 她等到了什么 她每天一个人睡在那么大的双人床上 等你回来睡觉 她等到了什么 最后她躺在病床上 想等你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她等到了什么 那才就付出了半辈子 最后什么都没有 你好好陪陪 陪陪你爸爸 余先生 今天那么早就走了 好好好 嗯 好吃 嗯 我这个也好好吃啊 你看看我这个 嗯 怎么了 没有啊 我想起以前 咱们俩经常这样 你穿我的睡衣 我穿你的裙子 有好东西一块分享 有好吃的 我都回来给你一半 现在想想 那段时光真的挺好的 无忧无虑 你不知道 有的时候 我晚上一个人在家 还会忍不住对空气说话 我说完之后才发现 你都已经搬走了 对啊 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可是我们都长大了 人是会变的 虽然说 生命里有很多事物可一起分享 可是有的东西 你只能留给你自己 比如 爱情 你喜欢陈希吗 我好喜欢她啊 是她改变了我 让我知道原来人生不只有按部就班这一种选择 她也告诉我 她也告诉我 原来人呢 也可以很勇敢地去追寻自己想要的 拥有梦想 可是梦想不能当饭吃 就算不能当饭吃 但如果人活着 连做梦的能力都丧失了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小玉 即使你是我的好姐妹 就算你喜欢陈希 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好吃 这毛豆是我的 拿过来 不给不给 还有很多呢 挣什么挣啊 我不管 有小刀套我的毛豆 拿过来不给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你拿过来你 快点快点 冬酒都收拾好了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说看着我 微笑 是 好了 你 你不拒绝这代表默认吗 你这不是乱和贝贝的感情吗 之前那么多女孩喜欢你 为你付出我无所谓 真的 可是贝贝她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希望她受伤 我希望她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 如果你给不了 那就让我来啊 我希望你跟魏北说清楚 你告诉我 你和她只是好朋友 你不要再磨了两可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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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磨码的温客 你不打开了两可行不行 肯定更多物 deformation 你身上磨码的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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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高度降低到跟他们一样 这样你才能看到他们眼中的世界 这样你才能真正地了解到他们想的是什么 真希望自己能早一些明白这些事情 有件事我一直都很奇怪 不知当问不当问 你问 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每次提起小孩子都那么多感触呢 因为 我以前帮我亲戚带个小孩 不瞒你说 我离婚之后 一直很想找一个人来照顾小杰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真的发现 你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 而且你看小杰跟你这么投缘 我也是非常地安心 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尝试着跟我交往一下 你也知道 我是个有话直说的人 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个 你看我年纪也不小了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实际上对很多事情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我知道 两个人要长久地走下去 光有爱情是不够的 所以 我不敢保证给你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 但是我可以承诺 我会给你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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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也不知道 逗逗现在怎么样呢 逗逗好像和小杰同年的吧 对 怪不得 这个岁数的小孩子 都喜欢一些男孩团体的组合 女子天团什么的 记得有一天 逗逗跟我 边唱边跳的 也给我表演了一份 逗逗 逗逗 想吃什么 爸爸跟你玩啊 你别骗逗逗了 你哪儿来的钱啊 逗逗 你不说了吗 以后都不挑食了 赶紧把饭吃了 来 逗逗 逗逗一发脾气 也不吃饭不睡觉 跟小杰是一个毛病 逗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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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逗逗 好 好 喂 发什么呆呢 没什么 我随便嫌点东西 有什么事吗 没有 对了 昨天你跟陈董吃饭吃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提到雅致下一季产品的事情